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光2450翻车续集 上回说到刮黑胶的时候 我把这个新买的料板给刮破皮了 损失一百多 所以说斑板并不是完全没风险的 我这一个就是反面教材 但我并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 有一句歌词叫做爱要越挫越勇 所以要坚强,俗话说事不过三 所以这一次我又给他重新安排了两块料板 一长一短的 这里有很大一方面的原因 是我想平衡成本 毕竟现在是骑虎难下了 如果这一次还不行的话 那我也只能及时止损了 咱们继续来干它 虽然刚才我已经非常谨慎的去刮这个黑胶了 但还是避免不了吃大保底 又是在同一个地方刮断了线 有的网友可能要说了 你这技术也太垃圾了吧 现在随便你们怎么说都可以了 毕竟这个黑胶又黑又硬 碰一下连周围的皮都会掉 还好这个长板子四周只是点位带了胶水 刚才我已经用放大镜看过了 它目前是没有刮断线的 虽然之前西数的长板跟短的是可以通用的 美光这个能否通用 现在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因为已经没有推路了 主控这边我又给它重植好了 颗粒我还没有拆 假设它这一个主控没有坏的情况下 电脑应该可以直接识别出一个一兆分区 主控这边我已经给它干好了 但也同时意味着我翻车了 因为它的电流是跑不上来的 这就证明它原盘的主控是跟着它这个板子一起挂掉了 愿赌服输血亏啊 因为这上一个盘是彻底翻车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个U盘能不能令我回点血 据说这个名盘主是一脚把这个主控给拆掉了 这是当时他给我的照片 因为这一个盘是要做资料恢复的 所以我按最坏的情况给他报了个价格 客户当时觉得贵可能要考虑一下 经常有做资料恢复的网友问我 我的U盘就断了几根线 或者这一个U头坏了 你直接帮我焊接上去不就好了吗 凭什么收我这么贵 如果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是真的不敢接它的 万一我焊接以后出现了其他问题 那么这要谁负责呢 大家可以这样想象一下 好比如说你到外面吃饭点了一个红烧肉 假设猪肉在菜市场的价格是12块钱一斤 你不可能让饭店那边也按菜市场的价格给你算是吧 毕竟里面包含人工成本 房租水电运输成本以及各种损耗 经常看我视频的网友应该知道 我这里翻车是家常便饭的 损耗巨大 因此我当时回复对方说 如果你觉得我这边的价格贵了 但是数据又不太重要的情况下 可以尝试找周围修手机的地方 帮你焊接上去碰一下运气 现在这个主控是焊好了 显然对方也翻车了 咱们先上机看看 这个U盘它目前是识别出一个无媒体的空盘服状态 咱们用开卡工具看一下 点开这一个颗粒ID 一共有8个ID全部识别到了 证明上家干这个颗粒是没有问题的 刚才量产工具上面识别出一个英特尔的ID 不过这个颗粒肯定是黑片了 上面一个字都没有打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高兴的事情 之前有一名网友说自己的U盘是接口坏了 然后在附近找了一家维修店 修好以后就跟我刚才上机一样 只能出一个空盘服 里面不读数据了 好像我之前还给他拍过视频的 因为我也不确认U盘是否有其他内伤 但是为了双方的利益 我都是按最坏的情况进行说明的 毕竟高风险才有高收益嘛 现在当事人那边回想起U盘里面还有重要的资料 希望我可以帮他抢救一下 另外我也跟他说了 修过一遍的会增加费用 并不是我成人之威啊 是有预告的 因为这个主控已经被干过一遍了 我再去重新焊接这个主控 并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直接给他读颗粒好了 为了防止误判 先用我自己的测试架来看一下 测试架这一边也是无媒体状态的 不要紧 我们再把这个芯片给他翻转一下 换一个位置看看 好像还是一样啊 依旧是无法识别的 老老实实读芯片吧 芯片数据我这边给他稍微处理了一下 结果比预想的要好一点 看了一下 还是可以读出不少图片类型文件的 目前他这个颗粒是爆了两个C 这边还是红的 现在就像一台八缸的发动机坏了其中两个一样 其他的我已经给他修好了 到时候再把这两个给他重新调整一下就行了 至少目前可以确认文件是存在的嘛 后面我又问了一下对方 是不是真的在修手机的地方处理的 对方说不是 因为我看到后面这一些元件 他们都是歪的 出于好奇心才这么问的 这并不是我催歪的 不幸的话大家可以倒回去看一下 而且这一张板子也并不是他第一次拍照给我看的那一张 我猜他原来的板子应该也是重新焊接过主控 焊接过以后还是不行 就直接给他换了一张新的主控板 换新依旧是不行 我就变成了上家的接盘侠 这一块盘我搞了有差不多两周时间了 本来一开始是已经做好翻车准备了 虽然最后数据是保住了 但总感觉要的弯路有点多 毕竟并不是每块二修盘的运气都这么好的 继续来看暴力测试 这一周测试中暂时没有出现病号 NV协议的这些盘写入量基本都在600T以上了 而三星这两个就写了200T不到 非常的省油 凯霞他目前是出现了一个降速的情况 这个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在去年测试的时候也差不多 而英瑞达这里我写了好几周 好像都是只有三四十兆这一个速度 目前无法确认是不是固件策略 因为写超了这个质保给的写入量触发了降速保护 还是真的因为假期综合症导致这个速度一直起不来 这里先打一个问号 假设说是假期综合症的话 同为IM3D制程的海力士以及英特尔 表现倒是跟往常一样 本周就暂时先到这里吧 我们继续往下撤